高雄柴山秘境吸引了好路游客到访 不料日前有四名女科大生 他们相约到秘境看信仰 其中三个人就坐在椒岩上拍照 没有注意到当时海水已经涨潮 淹没了去路 因此受困其中 岸旁的朋友见状赶快报案 海巡警销人员到场时 也趁着退潮 顺利将三个人救上岸 化解虚惊 小心翼翼扶着椒岩 三名女科大生在海巡人员护送下 一步一步往岸边走过去 好不容易抵达岸边 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群女科大生相约看海景 没想到海水涨潮受困其中 因海水涨潮淹没去路 导致二名失联 一名位于椒岩上淡源 九号傍晚四名女科大生 一起到高雄柴山秘境看海 其中三人坐在椒岩拍照看夕阳 没注意到海水涨潮淹没去路 因此受困 岸边朋友见状赶快报警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 海巡人员沿着岸边搜索半小时 先发现其中一人 接着在三公尺外再发现两人 人员踏水射浪接近三名女科大生 趁着退潮护送她们上岸 经过半小时的搜寻 终于发现受困在椒岩上的民众 并利用退潮时机成功救援返回岸边 所幸三人只有轻微擦伤 柴山有不少秘境尚未开发 相关安全设施也不够完善 容易有崩塌或者落实危机 稍有不慎很可能受伤 民众不要贸然前往 以免发生危险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